一條又一條的五仔魚去骨去內臟之後 為了延長保鮮期 透過日曬做成一夜乾 也常常是居酒屋的熱門下韭菜 或是直接乾煎 肉質細緻又帶有豐富油脂 也算常見的魚料理 近年來 台灣五仔魚平均產量1.1萬公噸 外銷占8成 國內自己吃2成 走一趟市場 琳琅滿目各類的魚種 市場業者說 五仔魚並非熱門的銷售類 不一定 有時候很好賣 有時候不好賣 這個養殖的關係 如果是海盜可能比較好賣 你拿兩條 拿兩條 換走房北京市場 當地俗稱的馬有魚就是五仔魚 包裝袋還看得到來自台灣屏東產區 價格比一比 台灣一斤180元左右 大陸北京換算台幣一斤200多元 都屬於中高價位 同樣受災的 遠洋捕捉回來的秋刀魚和魷魚 那人員補給都上 上 上了 那接下來 這個漁獲的問題 政府能夠快速一點 來得及讓我們做 更尷尬的是 已經準備好準備出發補 魷魚的船隻 整艘船60名人力 加上設備已經砸了3000萬成本 這一趟出去補回來的魷魚 會不會變成滯銷貨一切未知數 TVBS新聞張麗銘 宋佩文 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貨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